今日一则刘亦菲视镜《神雕侠侣》的视频曝光 视频中记者问到对小龙女这个角色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角色非常有信心 是我最有信心的一个角色为什么 因为金庸老先生每一次见到我们 我们一共见过四次 他每一次都一定强烈 就是说希望龙女小龙女 让我觉得非常感动 也非常有信心 他给了我这样的信心 所以我就会更加加倍地去看完原著 然后很有把握的视镜面的写 记者继续问到 演这个角色和天龙八部的 有什么不一样呢 不一样 他其实是一个 为什么说的很难演呢 因为他外在的东西很少 就是他的表情始终是一副冷冷冷的 可是他的内心变化太有层次了 层次太多 所以就是他难过到几点的时候 也不会看出他脸上有什么变化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内心的把握 那基本上现在已经确定了 没有没有 我现在能 只能就是来完成我一个心愿的人 来试一下这场戏 那我觉得可能对肯定很有帮助 那我觉得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金庸老先生我这么肯定 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也计 believers 是